欢迎回到台湾好所在 我们刚刚看了 仁甫跟金美梅他们的一个民宿 那么很多人心里头有这样的梦 所以今天我们好好跟大家介绍说 我们到底去挑一块地 然后我们想要在这个地上来盖房子 到底我们要准备多少钱 还有哪里的土地要怎么买 你知道买地不是说 随便哪一块地都可以盖 它有分农地 林定 很多种不一样的 我们先来请教一下 我们的小甜心 我们甜心看到 现在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梦想 我们要买土地对不对 那像买土地 我刚刚提到美嘎酒嘴 到底大概多少钱 那个大概的价格价位 是我们大概看了一下几个 比较现在农地比较热门的区域 比如说花莲 那花莲的话 现在你稍微好一点的地方 大概要两万五左右一片 这是指土地对不对 这是土地的部分 这土地是建地还是农地 就是农地 就是农地而已 那建地的话你差不多 像花莲来说的话 有一些将近它的十倍 如果是市区内的话 可能要是来万 也是有 好那如果说像台南的话 台南也有很多的农地 那现在台南稍微贵一点 大概两万六 那彰化这边的话 大概也要两万 所以看到西侧会稍微贵一点点 然后另外的话 宜兰差不多 现在差不多一点八万左右 那台东的话 差不多接近一万块钱 所以其实可以看到 它这三年来说的话 平均的涨幅大概都在 一成到五成左右 对 所以其实地光是农地都在涨 对不对 而且其实现在有一些农地的问题 来说的话 像是宜兰 他们现阶段规定就是说 因为宜兰它可能有一些 排水上面的问题 所以如果说你现在购买 宜兰的农地的话 你未来要新建农舍 你必须要把排水做好 不然它建造不会下来 那凡此种种这样子的状况 很多外地人都不晓得 所以我们会建议就是说 如果你要买农地 那当然第一个 这个地到底能不能改 这是第一个问题 对 你可不可以先大家跟我们解释一下 说我们盖民宿都要买农地 对不对 民宿跟农地 其实它也算是两回事 因为民宿 可以盖民宿的地方 它不一定是农地 因为它是在比如说 像是非都 那我们买农地就是可以盖农舍 可以盖农舍 那个建物 对 我们会觉得说 那一片地好漂亮 然后中间一斤 然后起在那 像毒洞这样子 然后我们以前都会笑说 啊那山轎啊那大 对不对 但其实那都是农地 旁边就是农地 然后只能盖部分 它那个比例在哪 我要买几瓶才可以盖到 你一定要至少要买756瓶 756瓶 大概可以盖十分之一 只能盖十分之一 就是盖75瓶左右 差不多 那但是一般来说的话 就是说除了这个之外 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 我不要这么大土地 对 那有些人他会觉得说 那我想要买小一点 可不可以盖 可以 但是你要买这个所谓的 老农配件的 那老妹就是民宿89年之前 89年1月之前 那有些老农 他可能有些土地 那他已经申请了建造 那就可以盖 但是他有个风险 就是说万一老农亡生 他儿子不承认这件事情的时候 那你可能就会产生一些纠纷 就有点问题了 对 所以我们现在都会建议 就是如果你要买农地 老农儿子一起来签约 这个我们会尽量 如果老是在的话 应该老农的儿子 也会一起过来 那我们现在都会建议 就是说买农地的话 你可能这个部分要注意 那另外来说贷款 贷款的话有一些 光买土地可以贷款吗 也可以土建容是不是这样 对 他就说你土地贷款的成熟会比较低 而且有一些银行他不带 那你可能要透过地方的农会 那农会的话 因为他比较了解区域的行情 他可能会比较愿意贷款 那所以换言之就是 如果你要去买农地的话 你手上要准备多一点的现金 哦 是这样子 所以呢张老师 你都知道这些才开始要买土地吗 你现在看中哪些土地 你比较有兴趣 我中古屋已经有了 所以我都不在乎住的问题 我现在比较喜欢 就是你说的盖民宿啊 或盖一些比较开阔的地方 那像我们刚甜心 看到那么多地方 像是宜兰花莲啊 或者是在比较乡下的地方 你看中哪些地方 其实我是甲盖民宿 甄盖道场 我必须承认 那当然做几个选择 有没有 像南投那边是属于山区的 对 那边就是我们说 人者要山 智者要水 是 重点在这边 如果像我们说的苗栗啦 南投啦 比较属于高山部分 新竹有没有 新竹风很多 那属于木的气息 那边相对的台风会比较少 是 那你要木的话 我以生肖角度来看的话 属龙啦 属兔啦 是不是 属于木木相生 那你属 如果属主是属蛇或属马的话 叫火木相生 那这几个重点 我觉得要把握住之外 所以来来来 什么生肖比较适合山上 什么生肖适合海边 山上一定有 我们所说的木嘛 那么我是属主的话 我个人本身属老虎 或属兔的话 叫木木相生 属老虎属兔的 你刚刚讲属龙的 适合买山上 老虎跟兔 老虎跟兔买山上 那海边咧 另外一个海边 还有山上海可以买的 就是属蛇跟属马的 火木相生 是 那买海边 老师那我们生肖 比较属于适合海边的人 海边就有水器 对 那么我们就说 那个属蛇跟属这个 不是 属这个猪跟老鼠 猪跟老鼠 猪跟老鼠的话叫 水水相生 那相对的话 很奇怪的一个特性 如果你本身属老虎 或属兔的话 水木也相生 所以最适合 钙明术的话 是老虎跟兔 哦 是这样吗 那金水相生 如果老虎我是生肖 属这个猴跟属鸡的话 金跟水相生 买海边也非常好 哦 那重点在于说 你买山上 我们中国人喜欢盖的房子 除了民宿 会不会回收之外 会不会有损失之外 高吃矮 大吃小 宽吃窄 你在山上的话 是不是居高临下 是 那么那个感觉就是 眺望远景是加分的 哦 是这样 你在海边的话 海风 我们都过于不及 有没有 中国人讲求这个疫经 有没有 我不能太多 是 如果每天海风给你吹的话 吹到你整个都 灰头土链 像风干起底皮一样的 所以你要做这个门向 以及做调整 像这样子的风很强 转一下门向 可能风弱一点 再转一点点 可能风味更少 那么整个像宅如像人 那这个民宿所受到 风的袭击是减少的 是 所以其实这样子 大家这个稍微有一点概念 来 其实我想请教一下 我们刚刚看到 天心跟大家介绍了一下 说现在土地大概的价格 那么真的要盖民宿的话 以你这个旅游达人的经验的话 现在像这种观光民宿 在哪一些地点比较夯啊 台湾目前的观光民宿来讲 当然首推是宜兰 为什么 宜兰发展民宿最早 所以宜兰的民宿最多 那相对的 你在宜兰申请民宿的证照 你要排队 不要排很久 但是呢 宜兰最有名的案例 除了人府之外 早些年比较早进场的 我们的明星里面 有淡如姐嘛 对 他的小熊 他几乎 那个我跟他这样讲 梅花湖这一个旅游区 因为小熊民宿 整个被炒热了 有话题 有点亮点 而且他一间一间开 那当然除了宜兰之外 其实还有很多 台湾很热门 像南投也是很热门的一个区 还有苗栗的石头山 南浦北浦南庄 新竹南浦北浦 然后苗栗南庄 这些都是很聚集的民宿 可是另外呢 我会比较推荐的 你有机会 你深入到很多原住民部落 也很多属于原住民 自己经营的部落的民宿 那都很有特色 真的 不管是在屏东啊 后山啊 或是宜兰 我举个例子讲宜兰好了 像宜兰有一个大同乡 有个伦皮部落 它就是泰雅族 赛格克巴莱的部落 它里面有三家民宿 都很有特色 它的民宿的那个名字 就是泰雅族名字 那你一居住里面的时候 哇 还有很多一些 原住民的布置之外 还可以 民宿主人又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那个民宿主人 晚上呢 他会带你去打猎 真的吗 他会教你怎么射陷阱 所以那一个民宿主人 就是原住民朋友 对对 他们就是原住民部落区 那你到那边 他会叫你打猎 他叫你 跟你讲 原住民怎么打飞鼠 早上起来 带你去看 那个陷阱里面 有没有什么猎物被猎到 但通常是不会有的 晚上去射陷阱 晚上叫你怎么射陷阱 早上去看看 对他有没有 那他会跟你讲 很多原住民的故事啦 他会请你吃些 原住民的风味餐啦 这些的 那他的可能价位也不高 可是呢 布置也准备 温馨 觉得都蛮好的 可是会让你觉得说 哇 在那边 会有非常特别的 特别的体验生活 那这种也是可以 经营的很成功 虽然说它是比较远一点 在山区里面的 是在原住民部落区的 可是反而说 真正来讲 你一个民宿经营的好 不一定要靠 花大钱 砸整个非常大豪华 的一个设备 其实有些时候 你发挥你当地特色 像我本身在MOD 有主持这个 台湾 假透透 全部跑 我也是花莲 猎人学校的 那个副校长 真的啊 你会打猎啊 开玩笑 那时候我往那个树林 一射的时候 怎么样 射到里面那个 女生的大屁股 然后很糗 被他们笑出来 主管你刚才说的 很重点就是 他那边有那个 特殊的生活的环境 他不再教你打猎啦 做鱼之类的 花莲还有个叫 山中传奇的民宿 因为全台湾的民宿 我住遍了 因为我们去拍这个 拍这个美食 今天开狱的时候 所以给我们 做很多的支持 山中传奇有个特色 他今天喝茶 今天早餐美食之外 它是花莲最高的民宿 而且唯一合法的 蛮具有代表性的民宿 眺望整个夜景 一览无遇 整个上面的天空 上面的星空 加下面的万家灯火 那个美到叫不敢了 去看了一次 连续住了三次 我好好奇 像这个很多人梦想说 我要去买一块地 然后觉得我退休养老 或弄一个民宿 这个挑地的部分 到底有什么美感 像你刚刚讲说 它是有一个制高点 然后看下去的景 非常美 可是你知道 有的时候去看土地 它不是像人家 已经盖好那么漂亮 它是那种荒烟漫草 然后树长得很高 你根本看不到什么景 它有没有一些小贝宝看地 有没有看过什么 什么卧虎长虎 卧龙长虎对不对 都住了这样的意境有没有 你先告诉你自己 交通方便 第二个你是要以自己 修缠修炼养老为主呢 还是要乐乐客人为主 是 第三个你有没有什么主题 让别人好像来了会上瘾 不来都不行 是 那譬如说你这个 这个民宿里面有特殊 它做的主题 对 有了之后 人家会觉得 来这边也可以烤烤肉啦 或是做点什么 开运瑜伽啦 学习点命理东西啦 或修缠啦 或从潘若迪来这边 教大家跳什么 有氧舞蹈 有点主题又有名人加持 然后地理又不会很差的话 爆满 真的哦 爆满 你看就像他说的 不一定要用很华丽的建材 要比华丽 台北市都会人 有钱人比我们太多了 而且那个建材 都是原木的 都是原况的 是这样 所以还是要有特色 对那田馨 我们在挑土地这个部分 像刚刚张老师提到了 几点真的是很重要 比如说交通方便 如果是你真的要做民宿的话 那在挑土地上 我们去看一块地的时候 有没有一些 大家注意的 必备的一些要求 比如说第一个零路 因为你如果说太带地的话 你可能你没有办法通行 那另外来说的话 我们前面有提到 你到底有没有办法合法开发 比如说你说像是农地跟林地 有些人他就看 觉得林地很便宜 我几十公顷才多少钱 对林地我最近看到 在乌来山上林地 大概一瓶是三千块 对 然后我就自己幻想说 那我只要三万块 我可以买个十瓶 但是后来一想到 那买林地要干嘛 对 你买林地会有个问题 就你林地你要做水保 那你做水保你可能会花非常多的钱 那甚至于有些林地 你要自己开路 所以其实你可能 我买了土地 我要自己开路 对啊 他申请执照 他要审核 除非他有继承道路 如果他没有继承道路 真的假的 而且还有迁水电 对 还要迁水电 要偷电也可以啊 对 这个我也补充一下 尤其是 因为像我妈买就是林地 那他其实会遇到一个问题 如果说你周边的地主 不跟你配合 或者是碰到周边地主 他强力抗争 因为你可能买到人家的主产 可能他里面几房 有一房不孝 主产四处 就旁边都是他们家的人的时候 我跟你讲 他光包围就把你包围到 你这外地根本里面 动都不能动 所以你要路没路 要电没电 要水没水 虽然他你有绝佳的景观 可是最后就会变成 就被套牢了 没办法 你盖了一个房子 叫中农套房 套得很深了 剪不开了 对 而且以后其实农地限制 会越来越多 因为现在农地 为什么受到瞩目 除了说他便宜之外 因为很多人发现 你那时候农地只要农用 其实你没有摄氏税的问题 所以有时候有些 拿来做农地的炒作 那后来政府 他对于农地的这个部分 你只要是都市计划区域的话 他的农地也是有摄氏税的限制 那甚至于就是未来 如果你要开发农地的农舍的话 那比如说他会要求 你要建筑县啦 那另外我们刚刚有提到 比如说宜兰 他要求你要去做排水啦 所以总统的限制的话 会让未来开发的难度 会比较高 那这个都是你 如果要进场之前 要先去打听清楚 对 但是呢 我们看到很多人 还是梦想说 我要买一块地嘛 对不对 像现在在宜兰 好像很多的民宿 他其实是农舍 对不对 然后只是他变更一个用途 他去申请当民宿 其实就来讲一下 像这个 如果我们已经有了一块地 那他还好OK 就是旁边没有什么坏邻居 我们可以来开发使用的话 他这个观光民宿 是不是有一些限制 比如说我只能有五间 对 一般来讲 如果说我们要申请民宿的话 根据民宿法的规定 一般民宿是五间以下 那特色民宿可以到十五间 就比如说 我在那边盖一个农舍 然后我自己住一间 然后其他 另外四间 但是你这部分 你要很重要 就是说你一定要 符合他的这个法规 你第一个 很多人盖民宿的时候 他会超 超额 他可能会 盖了八间十间 结果我申请了五间 下来之后 可能里面有八间十间 其实这个 这个在营业上面 也是违规营业 那另外要讲 还有一种情况是 他们会故意把一些民宿份子 放在一个群 可能说在这块里面 然后因为我要申请十五间 申请不到 所以我把我地幕分割 割成三块地之后 五间五间五间 所以我三个门牌号码就可以 对三个不同的五间五间 我一样变成一个聚落 这样子是OK的 但是你在整个规划上面 你就要有一个统一的规划 第一个法令规章 你再合格 因为你只要符合民宿法的规定 申请合格之后 你会有很多好处 第一个 观光局的那个网站上面 你可以查到 它就是一个合格合法的 你又使用执照的 那当你又使用执照之后 你就可以跟着很多的民宿协会 或者是我们很多的公部门 他们会说 一些观光推广的时候 你会有这种 得到这种蓬勃的机会 第一个 第二个 如果说你今天 你千万不要像有一些 不法的业者 他可能 我前面五间盖好了 是有合格的民宿 那后面我家盖了一二十间 这个在哪里最多 这个在南投山区 很经常发生 我不要讲地名 讲地名很不好 那大家都很清楚 大家都很清楚嘛 对 但这种很多的 如果说你一定要在一个合法的申请上面的话 那你开个民宿其实 如果说你不要是一个梦 你真的是要把它当作一个职业的话 那你知道精算好 你大概在中价位的民宿 然后中价位的民宿是最容易回收的 然后再来你只要你主人的魅力发挥 然后你周边的特色有成 你自己要发挥自己 我想要什么主题 比如说我要打亲子民宿 或宠物民宿 我之前我去南投 住个宠物民宿 他标榜就是欢迎带宠物来 老师你的民宿就可以顺便我们去住 你要帮大家算命 一定要的 来我的民宿住 上面可以修行 练瑜伽 修禅 还有算命 你会瑜伽 我会找丁莹来帮忙 好 我少说老师你不能Q 民宿还有个重点就是 他有个比较明显的地标 比较好找 像花莲有个叫水族馆 像远熊那边的水族馆 那附近有一家真的是 我带潘洛迪他们 还有那个神域里去住 他们两个都很挑剔的 进去之后感动的 不想走出来了 真的假的 我们称之后叫做 曹海童海景民宿 为什么好呢 曹海童 它是以一个植物名称来命名 它后有山前有远景 而且高高在上 前面就是我们说的公路 而且那个盖的就像 很漂亮是不是 就是很有禅风 好 而且每一个房间的格局有没有 还有那个使用的方便度有没有 私密性都应有尽有 哇 那个真的 那间住起来真的是 老板说我喜欢要转卖给我 我还在凑钱当中 是一个非常值得 开阔的明堂 清清的绿油的草皮 该有的树的益镜都有 哇 值得推荐 这么赞 哇 太棒了 所以刚刚大家分享了 如果我们一点点入门 大家知道先心里头有一个底 说如果我想要有买一块地的话 你看一来法令要注意一下 而来你买的地是什么样的一个地墓 是农地 是林地 是建地 不太一样的 然后如果是农地要盖 林地要盖 你可能水土宝材要做好 很多美金的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下一段回来就要带您来看看 那到底台湾还有哪些地方的土地 还值得大家来做投资 或者是可以买起来好好退休养老呢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那个民宿是旧大楼翻建的 然后经过特殊的设计 每一个房间除了有特色之外 还能够看到窗外的那个老树跟旧床